監視器畫面曝光 男子犯案當下畫面 就見他當時徒步走斑馬線過來 抵達棋樓就準備姿勢 隨手手一扔砸雞蛋 朝著民進黨高雄市黨部進行攻擊 前前後後一連四次砸完雞蛋快跑逃離 而一早同仁上班 發現滿地都是掉出監視器 發現是有人刻意為之 那時機點有點敏感 但是就我們市長部而言 包括我個人的粉專、社群網站 市長部而言 最近發生的一些政治事件 我們並沒有做出任何的評論 然後我們也自我檢視了 在我上任之後到目前為止 市長部也沒有從事任何的政治性的活動 所以也沒有跟任何人有結怨 因此到目前為止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彩測說 這位人是他丟食雞蛋的動機為何 所以一切都要等到警方找到人之後 前一晚五號來犯案 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也沒有造成財損 但行徑被譴責 公然對著黨部丟蛋 動機目的為何 警方現在也已經掌握特定對象 行為恐怕違反社違法 當心被處三日拘留 或處一萬兩千元罰款